香港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在全球化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世界各地的大都会都有着相似的面貌 前进香港摄影展的作者们 展现的是都市主义盛行的趋势下 他们眼中的东方明珠 香港是全球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金融中心 是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除了拥有东方之珠的美誉外 香港还被称为动感之都和购物天堂 在回归的十几年内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市民一同 战胜了一系列的困难 使经济得以稳步发展 打破了国际社会对香港前途的忧虑和预言 这颗湘江上的东方之珠依旧绽放着璀璨的光芒 参展照片展示了香港的现状 我们展出了十位香港摄影家的作品 可以看到每位摄影师都展现了他对现代化都市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摄影展想要表现的是作者对自己家乡的看法 他们眼中的家乡 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作者想要表现他们所看到的香港 在选择参展作品时 举办方试图通过叙述和写实 创作探索 自我探索这三种方式展现香港的过去和现在 参展的57幅摄影作品可以分为四个主题 怀旧情节 一国风韵 分化和想象 我们试图根据不同的主题来展示这些摄影作品 在这个区我们放置的都是肖像 参观者走进来时可以感受到肖像中的人物投来的目光 我注意到了Simon Vaughn这个摄影家的作品 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在一张小小的照片内包含了很多景象和人物 突入出了丰富的信息 十位参展的摄影师利用自己的镜头 诠释了他们眼中的大都市 并通过自己的作品抵抗全球化进程造成的雷同现象 在都市主义趋势下 各大城市都建起了摩天大楼 城市和城市变得越来越像 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特色 身处高楼林立的大都会中 在喧闹和喧哗的背后 人们是否还会想起家乡原有的面貌 不仅是在莫斯科 在其他的欧美城市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消费主义 地域文化和本地特色的流失 城市化的进程是很显著的 有太多的人聚集在一个城市中 我认为很多大都市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莫斯科是前进香港摄影展的第二展 照片展在新西伯利亚举办时 受到了当地市民的好评 据组织者介绍 在结束莫斯科的展出后 摄影展还将在俄罗斯其他城市巡回展出 记者王月莫斯科报道 点赞的连动 再 druk下来